2024总统大选倒数四个月 中选会在今天正式发布了选举公告 第16任总统副总统以及第11届立委选举 定在113年1月13号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举行投票 越过这次选举人数大约是1950万人 并且会在全国设置17000多个投开票所 选务工作人员也将会超过20万人 要确保投票顺利进行 中选会主委李静游亲自张贴选举公告 宣布总统大选正式起跑 一张是投总统副总统的选票 一张是区域或原住民立法委员选举的选票 另外一张就是政党票 中选会公告第16任总统副总统以及第11届立委选举 定于113年1月13号投票时间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 预估这次选举人数大约是1950万人 将在全国设置17000多个投开票所 选务工作人员也将超过20万人 另外要是因为疫情期间出国两年没有回台等等因素 遭处籍的国民也适用申请选举权 记得要在9月12号到12月4号期间申请办理 向他原户籍地的乡镇市区户政事务所来办理 这一次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登记日期是11月20的24号 候选人可经由符合选霸法的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时代力量来政党推荐参选 如果是透过联署方式将从13号到17号受理申请 18号公告被联署人 19号到11月2号受理联署文件 并在11月14号公告联署结果 这次一规定联署门槛是28万9667人 中学会也提醒候选人跟民众 选办法隐机在6月份做出修正公告 新规定上路务必遵守以免处罚 记得到黄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